这样,中国足球也才能够早日成为一个足球王国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再问一下两位接下来在中国的小小的打算 因为我听说你们还要在中国逗留两天 有什么打算,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维多利亚,明天有一个活动 我也有一些事情要做 但是我们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 我们能够为宋庆林基金会进行捐献 我也很高兴能够去宋庆林的故居 有那么是一个非常有历史地位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今天是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 我们募捐到了很多的款项 会用于青少年足球 因为青少年是未来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非常的高兴 也非常自豪能够捐出我们这些礼物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想问一下维多利亚 因为作为一个时装设计师 我相信你一定会把你的目光 盯向中国市场 盯向我们北京 什么时候会把你的威逼的品牌带到北京 带到中国吗 什么时候能够把你的威逼的品牌 能够带到中国 我的品牌实际上已经来到了中国 我已经在开始在这卖服装 我说了这边的妇女 非常的有这种时尚感 明天我说了还有一个活动 我要见我的一些顾客 我已经等不及去参加明天的活动了 但今天我也非常高兴 能够来支持慈善活动 能够支持大卫的工作 非常感谢你们这么热心的欢迎 我们来到中国以后 你们就一直非常热心的欢迎我们 好,那么最后呢 我们也希望贝克哈姆呢 能够下一次再来中国的时候 能够真正的实现全家来游中国 因为我们中国很大 我们中国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 我们有足球 但是我们还有更多 我们属于中国的文化 你们可以来更多的去了解中国 同时可以向全世界来宣传中国 也宣传我们的中国足球 当然我们希望贝哈姆先生 每一次到访中国 都能让更多的孩子喜欢上足球 能够让中国的足球 获得十年之后真正的发展的动力 特别想问问现场的 我们的这些小朋友们 今天你们收获了足球的快乐了吗 有收获 好,希望明天你们和身边的小朋友们一起出现在足球场上 出现在街头巷尾 把足球在我们的中国重新让它成为一个最受关注最受欢迎的项目 只有这样我们的中国足球还能够出现像贝哈姆这样的偶像式的人物 还能够出现偶像和时尚完美结合的这样的一对夫妇 好了,再次让我们把掌声献给他们 感谢他们对中国足球的支持 同时也让我们把掌声献给我们自己 因为中国足球要想走出今天的困境 靠的只有是我们自己的努力 好了,各位 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足球之夜特别节目 像贝哈姆一样踢球 我希望若干年之后 我能够做一档 像我们中国某球员一样踢球的偶像节目 好了,朋友们再见 Thank you very much 好了,朋友们 我们再见